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我是宇轩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乌俄双方派出王牌部队对战 中国媒体自曝,如果攻打台湾将陷苦战 中国地方政府频频以罚款创收 中国企业参展高层在德国机场被捕 在进入话题之前,请您先点赞订阅 我们报道真相,真边实壁,需要勇气,更需要您的支持 目前乌军的反攻主要分三路进行 即东路在大诺沃西尔卡,中路在库班,西路在卡缅西克方向 6月6日以来,乌军在乌东和乌南夺回至少8座城镇 收复领土600平方公里 在东路方向,乌军最初进攻势力后 调集了一些老部队参战 11日,乌克兰在大诺沃西尔卡以南连续突破多个村庄 包括涅茨库奇涅、乌罗扎因等 这些村庄其实都是同一条河谷带上的居民点 乌军顺着河谷而下,一一攻克 最近乌克兰的目标是沿着T0518公路向前推进 那这条公路通向哪里呢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 这条公路最终通向的就是马里乌波尔 从乌罗扎因到马里乌波尔只有80公里 评论人士周子定表示 我们看看路透社的俄罗斯防线分析图就会发现 俄罗斯的重点防卫区域一直是在梅里托波尔和托克马克方向 在这两个城市前面至少部署有三四条防线 而在大诺沃西阿卡方向 俄罗斯只有一两条防线 这就意味着如果乌克兰调整主攻方向 沿着T0518公路向南推进 可以直接推进到马里乌波尔附近 他们受到的阻力将比梅里托波尔方向小 向这个方向推进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如果进攻马里乌波尔存在困难 那么可以稍微调整方向 进攻附近的比尔江斯克 现在战事最激烈的地方是扎波罗热 他被视为兵家必争之地 俄乌双方都有输不起的压力 因此各自派出王牌部队 在这里正面对决 俄军派出了第58集团军 他成立于1995年 长期部署在高加索 是俄国军队中编制人员最多 战斗能力最强的军队 过去战功显赫 这个集团军的士兵性格强悍 被俘后甚至有人试图反抗 结果导致乌军在接下来的进攻中 所获得的俘虏变少 因为乌军实在没有太多精力 去抓获安顿俘虏了 而乌克兰派出了赴欧洲受训回来的 第47机械化旅 并配备了德国援助的鲍尔坦克 及布莱德利战车 俄罗斯宣称乌军已经被打残 尽管乌军的第47机械化旅 损失了几辆鲍尔坦克 和多辆布莱德利战车 但依旧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距离被打残或后撤修整还差很远 虽然双方损失惨重 但乌军还没有到伤筋动骨的地步 五角大楼泄密文件显示 西方至少向乌克兰提供了 1800多辆各式坦克 装甲车和布战车 所以乌军还有足够的军车应战 之前被炸坏的鲍尔坦克 很快修好后又重返战场 据报道 俄军已将90%的军力投入到扎波罗热 已没有大规模机动部队 专家分析 乌克兰至少还有12个机械化旅没有入面 近3000辆装甲车尚未出击 另外 乌军还获得北约大量夜市装备 夜间作战就像在白天一样 俄军实在难以适应长时间夜间作战 只能发射落后的照明弹照亮夜空 多个消息原称 俄军第35集团军参谋长 谢尔盖格里亚乔夫少将 死于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袭击 迄今为止 俄军已有20多名将军阵亡 美国国防部估计 俄罗斯军队高级指挥官的损失 是乌方的两倍 在整个战争期间 俄罗斯可能损失了大约11万人 该数据被美国情报部门截获 并因五角大楼泄密事件而公之于众 继中共借助网门抛出攻台 会陷入四面作战的论调后 中国媒体又罕见自曝 如果攻打台湾将陷入苦战 面临三大难题无解 中共当局抛出这些言论 明显是在降低出兵台海的调子 近日 中国知乎网上的一篇文章自曝 中共武力攻台将面临三大战术难点 一 抢摊登陆作战 这一直是军事作战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也是一个难点 尤其在现代化 信息化的作战中 至今没有成功的例子 文章说 几十年来 台军在反登陆作战方面下足了功夫 在海岸线部署了大量武器装备 包括暗炮 火箭炮 雄风系列等暗箭导弹 如果中共运载重型武器的船只被击沉 即便登岛部队成功上岸 也难以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 2 向战 抢摊登陆作战对共军而言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向战更会令共军头疼 文章指出 台军装备有大量的反坦克导弹 以及火箭筒 这些武器对共军的坦克装甲车 以及普通车辆构成重大威胁 美军还派了200多名现役军人进驻台湾 培训台军的作战技巧 包括向战 美国官员还提议给台湾人民分发武器 显然台军有做向战的准备 3 后勤补给线 共军登岛作战 必须依靠大陆补给物资 包括武器弹药 粮食药品等等 物资补给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空中运输 二是海地运输 对于空中运输 台军拥有大量的防空导弹 具备远中近三层拦截能力 对共军运输机构成威胁 海地运输相对安全 且运输量大 但这需要共军在物资运输方面 投入足够的守卫兵力 对于中共试图为出兵台海降温 评论人士唐浩分析 其中一个原因是 中共知道现在没有实力打赢台海战争 如果战争爆发 那么习近平不只会丢掉台湾 还会丢掉政权 中共知道不能开战 只能一直打嘴炮 但是嘴炮打久了 却迟迟不敢动 可能会酿成强大的民怨反弹 因此中共近期多次为武力攻台讲门 今年四月 在中共鼓噪对台动物之际 一篇不愿为国而战的贴文 在中国网络上热传 贴文说 如果发生战争 我是不会去的 也不会让我的孩子去 我是生长在社会底层的人 和平时期没人记得我们 有难的时候才想起我们 这篇贴文引起许多中国网友共鸣 纷纷批评中共当权者 有福独享 有难人民当 中国地方政府日益频繁地 实施有争议的罚款 这激起了中国网友的愤怒 认为当局借执法的民意创收 专家表示 这是政府绝望的表现 任意罚款可能会赶跑中小企业 失去更多税收 让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近日 上海有多家餐馆 因为贩售含黄瓜丝的凉皮 被罚款5000元 这在微博上引起了热议 一则帖子说 如果政府想罚你 你的菜里加醋都是错的 广西是中国负债最多的省份之一 该省南宁市的道路停车收费太贵 近期也成为网络热门议题 有当地网友指出 他路边累计停车13小时 就需缴纳102元的停车费 还有车主欠缴停车费高达几万元 去年8月 陕西省一家蔬菜粮油店 因出售2.5公斤所谓不合格的芹菜 被罚款66000元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许多国际海运商人指出 最近上海海事局实施了最为严苛的执法 大量的船只被罚款 甚至是扣船 一家散货运输船 仅因船上印尼籍水手倒挂了中共国旗 就被罚了5万 类似的丑闻不胜枚举 彭博社指出 这代表了地方政府越来越依靠罚款 来填补财政缺口 仅广西去年就从罚末收入里 获利130亿元 相当于其税收收入的14%左右 专家指出 随意罚款不能对地方财政产生积极影响 高级分析师曾竹军说 随着罚款和其他监管负担 扼杀了中小企业 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失去税收收入 变得更加依赖罚款 便依赖中央和其他上级政府的资金 据中央社报道 中国太阳能产业厂商 近日纷纷前往德国慕尼黑参展 传出由企业负责人 一下飞机就遭德国警察带走 中方紧急必要称 当事人是协助调查 且只有一位 不是多家企业 这一幕令人回想起2019年 同样是德国慕尼黑展会 德国官员当时逮捕两名中国公民 原因是涉及太阳能零件的商业走私 脱税金额达数百万欧元 在疫情闭关三年后 中国太阳能企业近日纷纷前往慕尼黑 参加欧洲规模最大的太阳能专业展览会 但传出了多家企业负责人被带走的消息 中方相关人士对媒体表示 对方掌握着我们企业人员的详细信息 包括飞机上面坐的位置 以及到达德国之后的入住地 江苏格林保尔公司的高层 蒲永华被德国警察带走 他是中国太阳能行业的重要人物 蒲永华对媒体表示 自己被叫去调查一下 已经回到当地酒店准备入住 当被问及被带去调查是否涉及大事时 蒲永华表示没事 中国太阳能行业协会提醒中国企业 一定要遵守当地法律法规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看风云节目 别忘了订阅点赞并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ha populace ホテゴ 分此 是不是 还应该